內湖的超跑特區啊 這幾年逐漸達到了飽和 而下一個戰場他們轉到了新莊去了 車上佈局由北往南移 背後的盤算到底是什麼 豪車一級戰區從內湖往南打到新莊來 中正路的一條街儼然成最燙進路段 攤開地圖來看一條幹道 從寶石街福斯奧迪Lasus B&W 聚集五家以上的豪華車商 年商機更是數十億起跳 各大車商都要搶進新莊 這邊是VOVO要蓋的全新展間 而恰巧就在正隔壁 抓卡十月份也才剛剛動圖準備進駐 新莊正常打得火熱 經銷商也各出其招畫地盤 全透明玻璃B&W花10億 蓋全台最豪華展間 而寶石街更是很雜十二億 從廁所到音響都要講究 JAGA則將全新展間定位在電動車服務 畢竟要成立一個全功能的經銷據點 它包含了經銷展示 甚至還有維修保養 對消費者來說是一件好事 就有別於以往這個 縱北侵南的一個狀況 讓中南部的消費者 也有更多的一個選擇 布局新莊算盤打得課金 布置零路寬要四線道起跳 人流也是一大考量 看準新莊光是2019年前十個月 高達524.3億的推案量 且人口平均年齡落在30到50歲 也恰巧正式車上瞄準的主力客群 在內科這邊的話 以車廠來講的話 可能達到一個飽和的一個階段 新莊富度新或者是頭肩重化區 它這個交易量 開始有提升的這樣一個效果 那確實是如果有大量的這個 人口移入的話 事實上對這邊的消費族群的話 它是有一定的基本買盤 補給成本也要擠進豪車特區 在這個一級正常中 看來誰都不想缺席 東三財經新聞 紅陪宇和坤原 台北採訪報導